各位你好,我是心齋,一年不生,蔓延放下 白露白露這一日的露水十二前 紅柳夢,涉寶差的熱毒,冷香丸的矛盾 我們知道冷香丸是在涉寶差一次回答周瑞嘉的問話時 當時寶差說她生來就有種病,家千方百計然醫用藥 銀紙花了無數,全無效用 後來碰到一個禿頭和尚,說這是從她娘胎帶來的一股熱毒 靠吃尋常藥物是沒用的,後來給了一個海上芳 還給了一個異鄉異氣的藥末做引子 說的是發了的時候吃一粒就好了 這個藥的效果不錯,雖不能斷筋 卻確實好像禿頭和尚所說,很不尋常 不過這個藥最大的不尋常卻在研製上 不用這個方更好,若用這個方真是將人瑣碎死了 東西藥一蓋都有限,只難得可考兩個字 要春天開的白茅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河花蕊十二兩 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種花蕊於次年的春婚這日曬乾和藥末子一柱 一起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前 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前,湘港這日的湘十二前 小雪這日的雪十二前 將這四種水調勻和藥,再加上十二前的蜂蜜 十二前的白糖,軟了龍眼大的丸子 盛在舊池潭內,埋在花筋底下 若發病時,拿出來一粒用十二分的黃柏煎湯送下 這一段關於冷香園製作過程的介紹 充分體現了寶差所說的瑣碎和可考 周瑞嘉聽蒙圈了,我也差不多 可能作者在寫下這個海上坊的時候 全心開個玩笑,將開藥變成搞藝術什麼文字遊戲 當然也可以理解其中有象徵意義 不過這裡我們從藥坊意義上進行討論 你看這個藥坊涉及的藥料都很尋常 白茅丹花蕊,白河花花蕊,白芙蓉花蕊,白梅花花蕊,雨水露水,露水,霜,霜,雪,白糖,黃柏 沒有一樣是珍稀之物,簡直是基本不用錢的 但這個藥坊又是很貴重 就好像有句名言叫做凡是用錢可以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這個藥貴重就是貴重在不是用錢可以買的 春天的白茅丹,夏天的白河花,秋天的白芙蓉,冬天的白梅花更好 畢竟都是時令之花,用上一年的時間都可以集齊 但曬光要等到春分這一天,用水是要用雨露露霜雪 還必須是雨水,白露,霜降,小雪等節氣當日 這個簡直是太扯了 周瑞嘉所問,這樣說來這個就要三年的功夫 躺藥雨水這一天,景不下雨,怎麼辦呢? 攝保猜回答就是這樣,如果那天沒雨就再等吧 別無替代方案 就等於說,要是就好考你一樣一樣都比齊 要是無替治病,替同病,亦講緣分 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作者似乎在強調一種自然之道 任你是太醫、明醫,還是容醫、游醫 只能在自然之道,範圍內行事 人力終歸是有限的 不管你是黃太醫、還是胡溶醫、還是張有事 不管是治的是史老太君、秦可卿、還是假碎、情聞 尤醫者、治、好、或是治死,都不是治療 而是命運 其實秦可卿、重病的時候已經講得很明白 神先也罷,治得病,治不到命 不過在這個自然之道之中,也有其不自然之處 如果說一年四季各有溫、暑、涼、寒之別 用藥是為各取其性 為什麼配藥用的水亦需取自相關節氣的當日呢? 節氣是一種分界,而強化分界點的意義 這就是一種執念,而執念就是非自然 所以海上方是矛盾的,恐怕朋友們於此就會想起廟玉的茶來了 那次廟玉單請涉寶差和臨代玉品茶 代玉問這個茶是不是用去年的雨水煮的? 卻被廟玉抓住機會嘲笑了一回 你這個人竟是大族人,連水都嘗不出 原來煮茶的水是它五年前在原木培香子修行時修的茴花上的雪 這樣這個茶的味道還是茶水的來歷 去年雨水和五年前的雪水到底有什麼實質區別呢? 這個其實是一種執念,同樣也是一個矛盾 妙玉是修行的,自稱鑑愛人 對自然態有一種執念,但同時由於出於人性的特別 是感情上的波動而必須依賴於執念的控制 她又不其然地變成鑑內人 現在說回涉寶差,冷香苑是自然又非自然 這樣寶差自己呢?寶差的性格是建立在克制的基礎上 而克制是非自然,但習慣成自然 於是又成了矛盾的統一體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冷香苑上,預視了寶差人生的矛盾 她的儀態,她的喜居,她的觀念,她的處世 莫不表現出自然大方,但又莫不見立在克制之上 她順其自然就按照社會、家庭的要求和期待做事,甚至犧牲 但她並未得到她以為理所當然能有的結果 涉寶差想要維持大局 涉嫁兩家還是日中一日的貪達了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隨遇而安,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請點贊、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